戰倒數藍綠戰況激烈 造勢晚會來到了台中 盧秀燕到場站台 對於外界頻頻傳出 倘若侯康佩勝出之後 盧秀燕有望成為 第一位的女性行政院長 對此他也作出回應 如果侯康當選 盧秀燕在這邊宣布 我不會擔任行政院長 我也不會進入內閣 媽媽要繼續留在家 中部地區要在等大廊 我們要繼續加強建設 我們要守護鄉親 侯康當選以後 會成立聯合政府 我們會邀請其他的在野黨 成立聯合政府 所以我拋磚引玉 不進入內閣 不會接隔魁 因為我們要讓侯友宜 趙少康有更大的人事空間 跟其他的在野黨合作 長崎跟盧秀燕市長 並肩作戰攜手合作 那個人就是洪友宜 對不對 洪市長 基層出身 他從小跟著他父親在菜市場 賣豬肉 沒滴吧 他從基層遠景錯起 當上最年輕的警政署長 後來他到新北市服務 擔任副市長 後來參選擔任新北市長 他是殘年四連霸的五星級市長 侯友宜的治理能力受到了肯定 所以他最瞭解百姓的需求 人民的疾苦 更重要他是用生命 在捍衛人民的安全 所以他是熱愛中華民國 捍衛這邊土地 最好的中東人選 侯康台中大造市主辦單位中廠 就宣布已經突破了十萬人 包括國民黨主席朱立倫 前高雄市長韓國瑜等人 都到場出席力挺 在最後的關鍵時刻 要火力全開 盡力催票